政治,很丑惡 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说过 在各种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可以吃的吗? 是啊,真的可以吃的 你没听过政治咖喱饭?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 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 撥开云霧,认清事实 宏观视野,本土角度 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对听了 香港人最喜欢多元选择 有A餐,B餐,C餐 同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今晚说过话题,刚才说过 说了百多年都说不完 所以各位一定失望 一个半小时就不会说完 请三位嘉宾上来各自表述 坐我旁边的李星阳,财经界人士 这位齋sir是人都知道的 这个浸大中折系的高级港师 这位Anthony 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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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恭喜你 好 好笑 还有这位Anthony 叫做吴耀堂 就是左胶 自称是一个左翼人 左翼人士 左未必交 不要看他年轻 他对马克思的研究 令我大开眼界 主要是他应该在看David Harvey 是的 David Harvey 我们浸大陈永诚老师 就开读书组 他就去参加 所以我知道他就去读David Harvey David Harvey 现在差不多是英国的学者 劍橋学者 他就是对马克思 除了这本法国佬 这个Piccatee讲之外 讲资本论之外 就差不多是最多讨论马克思 对马克思的资本论 到今日的重要性 权威 可以说 是 可以说 David Harvey 他现在如何看马克思的资本论 是的 其实我不是看很多 但我有幸参加读书组 就认识了 其实David Harvey 他刚刚出了一本新书 他就是 那本新书的书界 其中一个书界 就是说他真的是 研究马克思的权威 在欧美世界 他目前在美国 紐约 City大学教书 是的 是的 他其实 他如何权威化呢 就是 他通常说 那些人 通常看第一卷 像刚才Ivan所说的 是的 等一下可以说一下你不要说 但是他真的看完第二、第三、四卷 是的 他就 他真的 我自己很深刻的 他就 刚才Ivan 在第一节那里就说 马克思可能看不到他的将来 但是David Harvey 不是这么说的 David Harvey就是说 很多人看不到马克思 他已经看不到将来 已经横跨了 横跨了几个年代 特別好 《资本论》第二本 其实是在说金融系统的运作 嗯 这个金融系统运作 其实 你知道香港人 应该特别有感受 Ivan应该更加有感受 就是香港是在80年开始 所谓的经济起飞 当亚洲四小龙年 三小龙年 都继续去製造业那边走的时候 香港是 唯独 这个是香港政府懒 因为不搞製造业 不搞製造业的高端性格 后来那些低端製造业 就进入了珠三角 但是在那时 香港就是起飞做金融业 所以香港就变成了 亚洲四小龙之中 或者现在变成全亚洲之中 亦变成了 就算到今天为止 从中国大陆来说 都是最重要的金融城市 最成熟的金融 所以这个金融资本主义 这一件事 香港人应该是最感受得到的 但是最感受到的是什么 他所有那些微妙的恐怖法 那些微妙的恐怖法 就直接是空间扭曲的 你现在看看我们现在买一堂楼 那一堂楼的那种劏房化法 最新的有一个图 就是黄埔一个单位 可以劏出来做七个劏房 一劏七 一劏七 结果他每个月收五万元租 如果他就这样租出来 最多收二万五 一半都不够 提升了一倍 这种劏房化究竟后面的金融运作 金融的钱权巨兽 究竟在做什么呢 让Anthony说 没有 其实没有 其实都是 David Harvey 他有一个词 很展现到现在香港 或者大陆发生的事情 他有一个词 叫做创造性破坏 他就是说 红彼得 红彼得 他用了红彼得 这个词 他就说创造性破坏 其实是说 其实David Harvey的重点 是一个空间 他是说用空间去融资 他说创造性破坏 令我想起事件局 就是他说 就是破坏 一个资本的权力 去破坏一个 原有的经济结构 去破坏它 然后去创造一个新的结构 去从而 透过破坏 去创造一个新的经济结构 去夺权 就是资本重新去夺权 这个就是创造性破坏 另外一个叫做 剝奪性积累 剝奪性积累 就是叫做 Cumination by Dispossession 为什么呢 这些很深刻 我最深刻的这两个词 这两个词 抢了别人的积累 对 就是在职场上 其实David Harvey 我很深刻 David Harvey就是 他说马克思 以前他说的斗争 就是在生产上的斗争 但是David Harvey 他说今天有一世纪 不是了 他说我们在消费的层面 资本在消费的层面 做剝削 以前就是在生产层面 做剝削 就是我们在工厂里 如何剝削工人 但是他说 有一世纪不是了 我们在消费层面 如何剝削 就是我们 齐sir常说 他说 以前是很低薪 但是现在 David Harvey 他说 资本 我愿意给高薪 但是他说 我会在消费层面 去回收 这些资本 为什么呢 就是楼价 楼价和我们在Elliman 吃很贵的东西 用这种消费性的生活 去网络你的生活 其实你不用Elliman吃 你去脆画吃 你都已经脆画化了 香港茶餐厅的脆画化 就是已经是一个 是的 David Harvey就是说 今天 今天马克思 他一早已经预示了 生产 那个词叫做 消费是叫做 价值实现 生产就是 生产价值 就是透过劳动 消费就是价值实现的层次 他说 David Harvey就是 价值实现的斗争 是的 价值实现的剝夺 即是我赚了钱 我拿出来 我要买的东西 我要买最好的劳母 当然 我要买最好的服务 要买最便宜的东西 但是 资本主义 不会给最便宜的东西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 会告诉你 会哄你 你卖是一个良好的感觉 是的 一条一万多元的牛仔裤 是的 而且是烂的 是的 你自己 自愿付钱 是的 没有人逼迫你 这种就是 房子就没得好说 劏房 没有钱就要住 是不是 是的 买一条牛仔裤 一万多元 也没有人逼迫你 是的 这是很神奇 很多法国的文化研究学者 他们在说欲望 他们在说用一种阶级 去给你一种感觉 你有一种很良好的感觉 我去Ellenman吃东西 美国发扬光大 这套消费 我不用说 你去Starbucks喝咖啡 是的 高人 你根本不是去喝咖啡 是喝咖啡的那种感觉 那种氛围 是的 买那种氛围 买那种氛围 买那个感觉 是出身的 那麽 老马 马克思 就是自来是出身的 OK 他到底空间 这麽有 这麽感觉 这麽感觉 就是 David Harvey David Harvey 是什麽出身的 他讀什麽出身的 他讀什麽出身的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啊 Ivan 你留意大事 不留意小事 我有一点 你测试了 我测试了 我做監製 一定赤人底細 一个负责任的監製 其中的条件 就是一定赤人底細 我做監製 我做監製的監製 地理系 是的 是的 所以空间 批判地理学系 怪不得 以前真的不懂 為什麽地理系 有这麽多左膠批判 包括 姚重严 在地理系教书 原来 陳建春就是这个 实验星的浸大地理系 本土研究社那些 他发明了一件事 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空间复修 是的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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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麽他有 感觉 敏銳 就是因为地理系 出身 他就说 我就抄抄 资本主义 用空间的扩张 回应增长的需要 亦就是 投资新的土地 一带一路 Exactly What is happening OK 在香港 大陆 大陆更劲 大陆从不久之前 糧食是有淨出口的 尊重 盡管 也不是很多 因为中国人多 耕地少 现在 就是入口很多 老实说 如果你要赚钱 當然将它 拿来变成 大陆不知道 什么是保地价 起楼 起楼 有人赚钱 省长 省委书记 可以增加 GDP的业绩 還有,駐紮之後,就會重塑空間 拿了你的地碼後,重新把它裝修,改造,叫做發展 譬如,還有一些很重要的東西,就是公路港口 這些固定的資本投資,不是免費的 有了這些東西,資本就會墜積下來 他就提出了這些東西 老實說,我所認識的地理,有一件事 大家要去公共圖書館 如果你留意,公共圖書館用什麼分類法 去DV,Carsification 道位分類法,英文的,英文道位分類法 地理和歷史是走在一起的 這是所謂classical learning,我們稱為經典的學問 歷史地理是所有學問的資母 除了神學,法律學,語言學 是所有人民思維的資母之外 歷史地理就是所有學問的資母 有了這個,你才開始發展,譬如生物學 或者你另外,你會發展天文學 因為天文地理 諸如此類,這樣引出來 要補充一件事,在英文方面 中文是接近,但是歷史地理分開了 英文是九,大家明天去公共圖書館看看 九字頭的就是歷史地理走在一起 因為道位分類法改了二十二次 都是萬面不離其中 加了這些,都是在一起 所以香港的中學教育 有一個很大的缺失 就是歷史科和地理科 都不教 分開 讀歷史 基本是不重視的 讀歷史的人 尤其是地理 讀地理的人也不懂讀歷史 讀地理的人也不懂讀歷史 其實兩者是息息相關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缺失 所以一提起歷史故事 一些論述 香港人、香港仔 大部份輸蝕 台灣厲害 台灣厲害 因為歷史和地理是有關係的 你說哪場戰役在哪個 為什麼在那個河口打 在哪條河、哪個山打 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山海關 他懂得說的 香港做不到 嚴格分開了 我不說了 待會你們這些人就罵我說得多 交給李星陽 說了 他們剛才說了 空間的問題 一個David Harvey說 原來他把馬克思的東西 我們叫空間化 空間深度化 發揚剛大 資本空間化 你怎麼看 這個是左膠的 剛才說了 樓價的問題 劏房的問題 沙先生說 劏房的問題 背後是一個 資本主義的巨獸 我不太同意 其實很明顯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但是 因為樓價這麼高 才會衍生這些東西 香港為什麼樓價這麼高 那麼多人都說過 香港是一個非常特殊 或者怪雞的城市 我在其他媒體社裡都知道 例如看負擔比率 什麼物物 供多少年才上車 扯遠一點馬來西亞大選 剛剛其中一個 納吉布 被人放下台的原因 說馬來西亞的樓價貴 因為中國人炒貴一點 好了大家知道馬來西亞 樓價的負擔比率多少 等於年收入多少 四倍多 他們覺得貴 搞錯 四年多 不吃不喝才能上車 你在香港有四年多的 去買 其實香港是很畸形的 你用這類的標準 去看香港的樓價 一早應該倒下 但又不是 又是它很獨特的原因 剛才詹師提到 香港的金融業 八十年代起飛 有很多原因 有天時也有地利 一來有些人也覺得 陰謀論些 譬如陶傑那些 覺得殖民地 刻意圖空你 讓你們不懂得思想 不懂得做實業 只是做金融 這是其一 其他任何嘉賓沒有說 就是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 其實也是從那個年代開始起飛 就是 列根 戴卓爾那個年代 由美國開始 然後也等於 剛才Anthony說的 那種消費主義 那個年代是 右翼的 那種民主義的大勝利 之後 打後 我也在那個年代長大 所以小不免受那些影響 即是 八十八 零九零年代 一直到 2008年 那一套就開始 鐘擺就停了 去到最後 由 戴卓爾列根 然後講到 Milton Friedman 那個年代 Milton Friedman 就很幸運死了 不用被人罵 然後 也開始 近年 馬克思那些就回不了 但反過來 近年的鐘擺 是放向 左一點 很明顯的 譬如剛才我們也提到 這本就不是 這本叫做 其實這本很穩笨 大家可以看看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但其實 旁邊有幾個細字 很尷尬 三小字 完全吸收 漢中 是雞精書 這是本精讀 其實 就不要相信 因為原本那本《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剛才我們做節目之前 也有那本書 那個法國人叫什麼 《皮雅提》 還是什麼 《皮卡丁》 那個人寫的那本書 這麼厚 我相信沒有什麼人 看得完 觀眾看得完 的 請你吃飯 有啊 有啊 我認識有一個 請吃飯 聖清看完了 因為拆開一點 譬如現在的人看電子書 即是Amazon 做過統計 他如何得到這個結論呢 就是他看 因為電子書是一個好處 譬如做筆記 你平時傳統的 在一本書畫 但電子書可以在那裡看 他做一個數據 譬如我看看這本書 那些人做筆記 全部上網 他看那些人做筆記 做到哪裏 然後看中緯數出來 然後他做了一個 就是一個 皮雅提 index 有些書 譬如我們經常說 文學書的經典 我忘記哪一個 經典就是 每個人都講 但沒有人讀的書 譬如雙承記 那些是OK的 可能中緯數 那這本就是經典 即是沒有人讀的 這本是去到 五六個百分之左右 是 你在後面是不會有人看 尤其是現在 我個人老派 在這方面你看 所謂的這本 精讀 現在那些年輕人都嫌後 精讀得這麼大 那本書是磚頭這麼大的 哪一位有興趣可以挑戰 但是 阿皮有提的那一套 我有嘗試看 我也不是看很多 但我覺得它挺悶的 但它覺得那一件事是對的 只不過它把一件對的東西 然後重複講了幾千頁 就是資本主義 導致貧富不均的問題 他說一定是富者越富 除非你有一些東西去停止它 否則這個機器一定會一直這樣動 其中一個停止它 譬如是打仗 二次大戰 那層幾何時 你看到 基本上是和平的情況 這球的巨獸是一直進行的 說回馬克思 所以我覺得它 即是我們也是那一句 我們現在完場在那裡 他又不會死出來和我 駁斥我 但我覺得它其中一個 看不太看得透的地方 就是 就是 就是一個問題 它那時候 它看到貧富不均的這件事 但它未看到 即是後來 我覺得它提供的藥方 是不夠好的 後來就是正如剛才所說的 那時候仍是走秘制的很多地方 後來二次大戰 多了很多的民主國家 我覺得民主是一個好東西來的 雖然它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但它是一個好東西 某程度上它是解決了這件事 為什麼解決了呢 為什麼馬克思的主義 為什麼失敗呢 問題就是 現在日日的人罵貧富原始 which is true 是真的 但是為什麼還未倒台 還未造反 因為問題就是 你最窮的人 都比以前是幸福很多 你大陸那些 當然你可以覺得很慘 貧富很懸殊 但如果大家幾十年前 去過大陸 那些大陸窮得沒有富著 所以我覺得 你貧富不均就當然了 但至少現在的人 是相對地好了 所以你看西班牙 希臘那些 搞到幾十個分成失業率 但是那些人 他不會上街可以做得多久 即是他不是說 法國大革命那種 孤星類 悲慘世界 因為有飯吃 有餐飲 有餐飲 那時候回家看球 所以其實我覺得 是革命不到的 這個年代 可能大家會覺得 即是你太幸福了 還有一年去幾次日本 還有吃宮崎芒果 很難革命 他有很多點 他一次過說這麼多點 有些點我可以同意 講一些不同意的 有趣一點 有些基本事 我們要了解 就是馬克思 他那個 我們故意抽一件事出來說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有一些極端左翼 即不是叫左翼 有些敵端大中華膠 其實他們私下 或者在大陸 有很多這樣的年輕人 其實他們覺得中共 在金融遊戲 是玩得很厲害的 這個是一般外面 不會這樣想的 當然你可以這樣說 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 大家是在預見一個大蕭條出現 但是 但是十年之後 不單止沒有發生 十年之後 現在是股市升到發電 當然 你可以中間 你可以多謝白蘭克救市 就用QE救的 或者諸如此類 用更多的錢 其實是的 其實是的 寬鬆鬆鬆鬆 其實是的 寬鬆鬆鬆 寬鬆鬆鬆 沒有錢突然間 就是毒債爆煲 而金融海嘯 那個黑洞吸走洗錢 但是現在用QE 一直把錢放進去 所以結果十年之後 沒有事 但是當然 沒有人知道的問題就是 你的QE現在要回正軌 你回正軌 所謂要退表的時候 那退表會不會重新 那啟動這個金融海嘯 沒有人知道 至少到現在為止 沒有人知道 大家就在那裡 不要退 大家就不斷說 不要退 其實一直在退 是的 但是你在金融界熟 一直在退 是不是健康地可以 軟著陸退到呢 不敢說 就是 是一個很大的引領 這個問題就是 回到馬克思 他最早就說 其實那些在大陸 有批人 他們是因為熟讀共產主義 特別熟讀資本論的第二本 嗯 其實他們是很厲害金融的 我可以記住 資本論的第二本 他們是很懂得金融的 即是他們懂得金融 你那幫傻佬 在中大 港大 或者各大裡面 讀過經濟101 因為在大陸 那101當然不夠班 叫做Political Economy 101 經濟和政治 永遠結合來想 這個也是 回到我們現在討論 200年之後 看為何這個State 不僅出得這麼厲害 民粹主義 出得這麼厲害 還有就是 為何那種極權 可以回頭這麼厲害 現在那種超級控制 一邊是所謂 控制的 但是這個控制的 是說某些層面的科技 但另一邊 不是控制的 是控制的 我們叫Uber Control 我們用德文的字 Uber Uber 即是Uber Control Uber Control 即是超級控制的世界 這個超級控制的世界 在西方 也有些人 像George Orwell 是看到的 其實這個看到 本身又回到一個問題 它是呈現一個更大的問題 就是由17、18世紀開始的 科技發展的世界 一直到19、20世紀 有一些力量 是所謂 無法阻止的 是一直向前進 其實其中一個就是科技 科技一直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爭奪 其實他一直在進步 而且他的進步很厲害 馬克思生了七個 他死剩三個 那個年代就是這樣 好了 到了二次大戰之後 剛剛二次大戰 原來那天抗生素出來了 我們現在的人類 至少八十歲 很嚴重 這當然是嚴重 但同時是一個幸福 即是當我們說 資本回收 即是所謂 消費主義 如何回收資本 這是資本的運作 但同時 為何人敢於他回收 給他回收 去買一萬元買一部iPhone 因為他覺得開心 這個也是科技能給予人的一件事 是以前的人類給不到的 你想想 在十九世紀 所有人能夠做什麼 就是溫飽 以及不要讓那些 工業化的城市 毒氣毒死 十九世紀 每一個城市 都像大陸那些 或者更瘋 像印度德里那樣 印度德里那樣 是大陸北京的幾倍污染 沒有人知道 最近我女兒去過 說回來才知道 嘩 那些空氣真是很毒的 那些空氣 都抵達了 是的 所以 這裡的人類是在 這三四百年發展的世界裡 經歷了很多的發展 馬克思就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特別去看資本 而他看得很厲害 甚至在共產黨裏面有班人 其實是很厲害的 如果他們出去做炒家 所以其實事實上是真的 港大的學運崩潰之後 那些人現在變成什麼 現在變成紅色資本家 中瑞明 一個二個梁錦松 以前是最大左派 現在全部一個二個做了 最厲害的 那些水佬全部做了 最厲害的炒家 甚至麗質粉也是 他們也是炒家 你看得到 共產主義不是像你想像的那些人 全部一腳牛扇筆都不懂 只懂得中央集團經濟 其實如果他們熟讀馬克思 竟然他們會做炒家 很厲害的炒家 而且很厲害玩金融遊戲 2008年出現的時候 共產黨為何這十年中共贏 其中一個就是 出貨幣戰爭的書 貨幣戰爭的書 不是某個人寫的 應該是整個編譯室一起 整個團隊寫 找宋鴻兵做的頭 人頭 人頭 認頭 把名字寫出來 告訴你們 整個美國的金融戰略是怎樣 我們現在準備怎樣跟它打 救命 救命 真是救命 如果我是希特拉 我還未死 見到這個 他反肚 不是 見到貨幣戰爭的書 很開心 我反猶太的東西 現在是中國人去繼承 是 同時 但他同時反肚 就是 他傻了 殺了猶太人的窮親戚 有什麼用 殺了六百萬窮親戚 有什麼用 那五萬左右 在瑞士的有錢 猶太人 那些有錢人 才會打擊 然後移民到美國 現在在美國打擊 這些就是 現在全世界 特別是左翼 很多左膠都有這種共識 其實他們知道美國的後面是什麼 美國根本就是猶太人在借屍還運 他們根本在後面 操控了整個金融系統 現在問題是 跟中國談不談 你中國玩不玩 你是不是跟他們一起玩 一個人不跟他們一起玩 玩什麼 就是玩資本 當方的一路進步 但資本一路也同時一路增大 一路重大 然後這個資本是很厲害的 他會繼續 進向每一個未能夠抗爭的範疇 在德國 在德國是到現在不准你炒樓的 但是英美是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資本主義2.0 就是列根時代開始 現在你說回來 我們的樓價上升 跟這個錢權巨肅無關 當然有關 根本整個樓市經濟 就是1980年左右開始才這麼瘋 原來之前所有人都是 你喜歡買樓就買樓 你租樓就租樓 所有人都不覺得租樓和買樓有什麼分別 那時候的分別很大 到了80年之後 香港就不斷瘋上去 因為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 而且香港的樓 是成為了資金拍案的地方 是大陸的所有資金 不僅是白的 是黑的 最重要是黑的資金拍下去 所以為什麼這些樓會升到發神經 每一塊樓不是你去住的 是我來存錢的 哥哥 你只不過這樣 你是順便搭單賺錢的 對不對 我們順便搭單 我現在那一塊爛樓都成千萬 李星陽聽到一定是有回應的 我留下下一節讓他講 我先給你一點回應 剛才你所說的2008年 2008年 《金融海嘯》 即是《孤注一冊》 那套電影 那個年代 其實大陸進入金融經濟 這些東西 美國人不行 大陸當時是有照他的 因為有一家東西 叫做全球化 全球化之下 就沒有人獨善其身 大陸人為什麼這麼懂得金融的東西 就是美國人教他的 你可言表面上是美國人教他的 他有一些層面的決策 是他們自己超越美國人的 所以才玩得贏 大陸是很不想美國倒閉的 因為大陸大部分的外匯儲備 是放在美國 放在美債裡 對 此其一 還有大陸很多貪官 加上多少萬億美金 就去了美國 所以一定不想美國倒閉 同樣反過來 那些人經常說 枝爆枝爆 不會發生到 包不了 因為如果中共倒閉 美國一定會來救 美國隊長一定會來救你 是嗎 這個 我休息一會 還說兩件事 關於宋鴻冰的本書 我認為大家看 要用理論文化去看 裏面說完的東西 是廢話 是欺騙一些無知的人 請原諒我 我猜你可能有 他很同意的 那本書 譬如第一個點 他說 世界上七場戰爭 是由銀行家發動的 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我覺得很奇怪 銀行家主要由猶太人控制 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邀請希特拉來搶自己 邀請德軍進入法國 嘩 去到歐洲各地 捉意大利 全部都拉到猶太佬去搶 嘩 有沒有這麼蠢 是 來吧 希特拉寫比 連最基本的知識都沒有 至於你是瑞士 其實希特拉也有考慮過進攻瑞士 有 只不過 原來瑞士阿爾卑斯山的天然防線 是令到 德軍如果當年要打 要集中五分一的兵力 才可以攻陷瑞士 希特拉也沒有臉 不要打你 放生你那些猶太佬 這樣而已 這本書就是裡面的廢話 多到 但是我不太明白為何這麼多人信 你回來 回來我要找一下李星陽 解釋一下給我聽 為什麼這本 這個系列 叫做貨幣戰爭的書 是這麼多人信 休息一會 阿健仔 好了 今天當然是穆瑾花有新的貢獻 我就是介紹給大家的厚切 一家家韓牛餐 第一就是有我們那些名貴的Kimchi 第二就是湯 湯 這個是超級蒜蓉湯 好喝的 這個是辣少少的韓國湯 兩款就選一款 接著就到肉 大家看這兩塊肉是多漂亮 這個是牛柳 這個牛柳是最嫩的 這個肉眼是非常之香的 兩種就選一種 這兩塊就是整隻牛柳厚切最好吃的 還有兩種肉 一個就是福歉兩側肉 然後有一個稀有部位 所以非常名貴 可以是封門柳或大理石 好了 吃到這裏 你就會有 韓牛他他石頭鍋飯 這些是用top round做的牛肉 鍋器是非常好吃的 這個是Kimchi炒飯 然後還有我們韓式的Dessert 好了 你可以叫多一塊牛柳 或者肉眼 其實就是加多388元 是一個二人套餐 兩個人就是988元